欢迎大家来到医疗资讯系列 在这几集,我们会继续讲一下在韩国受训的医护人员可以如何来美国工作 又要给几个disclaimers 第一个,在美国,health care professionals的执照是由每一个州去管 所以如果你对某一个州有特别的问题,需要向那个州查询 我说的只是一些普遍性的资料 这一条片是在2022年10月6日的 规则是随时会变的,所以我不知道规则过一段时间还会不会有效 还有就是在这条片会讲到一些法律的问题 但是我不是给任何的法律意见 如果大家有关于如何拿牌,如何移民,拿工作签证这些问题 就需要向你的律师来查询 上一集讲了医生,今集就会讲护士 讲一讲一些外国护士在美国的资料先 现在据估计有30万个外国护士在美国那里做工 占全部护士数目的百分之八 其实这就不算很多,因为美国有四分之一的医生是在外国那里受训的 在这30万个护士里面,有77%是由三个国家来的 这三个国家就是菲律宾有29%,差不多30% 加美加又是有29%,还有印度就有19% 现在我们估计去到2025年,美国会缺少40万个护士那么多 如果每五个职位就会有一个没人做 因为这个原因,美国政府就给护士移民有一个特别的优待 就叫做Schedule A Destination 我们稍后会讲一下什么 可惜的是这个优待,现在对香港或者中国出生的护士就不是很大帮助 首先讲一下,一个在外国受训的护士 可以怎样拿到美国其中一个州的执照 一个外国受训的护士,如果要拿美国的执照 有什么步骤呢?首先他要在原居地那里有两年的工作经验 另外他要考英文试,有几个试可以考的 香港人比较熟悉的就是Pofo或者IELTS 如果在一个地方用英文读护士和书都是英文的 是可能可以豁免这个考试的,但香港的情况我就不太清楚了 过了这两关之后,就可以在一个机构叫CGFNS那里要求评估 CGFNS的全名是Commission for Graduate of Foreign Nursing Schools 如果你的评估认为你符合美国的资格 你就可以考他们的Qualified exam 考试合格,就得到一张证书 这张证书就不是执照 这张证书就只是给你去考各个州的执照史 不过就有一些州,你是可以没有这张证书都去考执照史 但是这样做就有一个不好处 就是你从一个州去第二个州的时候 那个牌子就可能不被承认 如果你在一个州那里考试合格,你就拿到一个执照了 如果这么说,这个CGFNS的Cert 不是好像没什么用?其实不是的 它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就是你拿出来之后 你就可以去移民局或者是美国领事馆那里 申请移民或者是工作的签证 不是每个护士都合资格去考Qualifying Exam 读书的时候一定要读过五科才可以去考试 这五科就是Ado Medical,Ado Surgical,Neolatal,Pediatrics和Psychiatry 很多年前,香港的女护士是不用读Psychiatry的 所以她们就不能直接考美国试 她们要来美国的话,首先就要补回这一科 那时候在深圳或者菲律宾或者美国 是有一些短期的课程给她们补回这一科 也就是符合考试资格的 不过,相信近来就再没有这个问题了 有了执照就可以在一个州里面做护士 如果你是美国的公民、管教居民 或者有其他合法工作的身份 那就没有问题了 但如果没有的话,你就需要 要是移民,要是拿到工作签证 才是可以合法的工作 一个护士可以怎样移民来美国呢? 我首先要讲讲一些基本的移民法 要移民来美国有几个途径 包括了家庭团聚 比如是公民的子女或者父母 可以用这个身份移民来 另外就是工作 这个稍后会详细讲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叫做Diversity Visa 就是这个抽签移民 我们都知道很多人是通过这个方法 可以拿到美国居留身份的 还有就是Amnesty Asylum或者Refugee 就是特赦或者难民或者庇护 很可惜的是香港人可能越来越多 需要走这条路 最后还有些特殊的个案 这件事就不详细讲了 护士如果要移民来美国 除非通过家庭团聚 或者是好彩抽签抽到 如果不是多数都会是靠工作移民 职业移民又分了五类 第一类是National Interest 国家特别需要的人才 上次讲医生的时候已经讲过一下 护士就不符合这方面的要求 第二类是Professionals 第三类是Skilled Workers, Professionals和Unskilled Workers 第四类是一些特殊的个案 例如美国政府在外国的僱员 第五类就是投资移民 护士如果要移民来美国 就主要是EB2和EB3 特别是EB3的Skilled Workers EB2和EB3有什么分别呢? 稍后会再详细讲一下 移民美国还有另外一个限制 就是有国家配额 每一个国家每年可以移民来美国的数目 都是有一个上限的 如果合资格的人数是多过配额的话 那就需要排队了 排队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日期 叫做Priority Date 就是你把你的申请表交入去美国移民局 所有文件都齐全那一天 这个表可以看到在2022年10月职业移民等配合排队的情况 可以看到在中国出生的如果以第二类 就是professional 申请移民的话 现在是排期排到19年7月8日 即是说在19年7月8日之前入址那些 现在就到期可以拿到6卡了 之后入址的还要等 如果用第三类申请的 如果用第三类申请的 排期就是18年7月15日 C代表current 即是说有配额 你一入址 很快就会批的了 可以看到大部分的国家都是current 特别的是中国 几个中美洲的国家 印度和墨西哥 菲律宾是一些 unskilled worker 是有少少的限制 但都不是很久 关于国家配合 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 以出生的地区为准 而不是看国籍 譬如你是中国出生 但是移民了去巴西 是巴西公民 现在又想移民去美国 那么你依然是用中国的配额 而不是用巴西的 如果你出生的时候是双重国籍 也只是可以用你出生的地区的配额 香港以前有自己的配额 所以不用等多久 但可惜的是 几年前已经被取消了 现在香港出生 一样要用中国的配额 所以要等久了很多 这个国家的配额 有一个特别条款 叫做cross chargeability 就是一对夫妇 如果两个人在不同地区出生 是可以用比较快的地区的配额 比如一个护士在中国出生 和一个在泰国出生的人士结束分 护士就用自己的职业申请移民 虽然他在中国出生 但是可以用配偶泰国的名额 那就会快些 如果用EB2和EB3 如果用EB2和EB3 职业移民还有一关要过的 就是叫做perm Permanent Employment Certification 通常就叫做勞工子 就是要户主证明 他是在本地 即使给足薪金都请不到工人 所以才可以在外国申请工人过来 那么这个程序是可以要多过一年的 对护士来说 幸好的是护士是被美国政府 是定为一种非常缺乏人手的职业 所以就不用申请perm 这些职业就叫做 Schedule A Destination 所以会快了成年时间 刚才说过护士可以用EB2和EB3来申请移民 那么分别在哪里呢? 在美国不是所有护士都被视为专业的 因为护士这个职位很多是不用大学位的 但是有些Advanced Practice Nurses 就是被视为专业了 他们包括了Nurse Practitioners Nurse Midwives Nurse Educators 和Nurse and Nurse Physers 另外有几个特殊的护士 包括了Currical Care Cardiac Care和Emergency Group 都是被视为专业Professionals 可以用EB2 其他的呢 就只可以用EB3 至于哪一科是会算做专业呢? 就事事变的 所以是需要密切留意了 要留意的就是 你符不符合Professional的资格呢? 是决定于你在做的工作 而不是你有没有学位 比如你有个BSN甚至MSN 但是你只是做Floar Nurse 那你也不是可以用Professional的身份 但是如果你没有学位 不过你是做Currical Care 那你一样呢 是算做Professional的 说了些基本移民法 现在就看看一个护士 如果想移民来美国的程序是怎样的 第一步就要先拿了CGF&S 拿了之后就可以去找工了 雇主就可以帮他申请EB2 或者EB3的移民签证 由申请到签证批出来 是约摸有6到9个月的 签证批了之后 那个申请人就可以拿到6卡了 在这段时间里面 申请人是要同时 考某一个州的执照 考到之后有6卡出了 他就可以合法的做工了 香港和中国出生的护士 如果要申请移民的话 个程序是一样的 不过就不是等6到9个月 就拿到6卡 而是要等3到4年 那有没有雇主 愿意等3、4年留个位置给你呢 这个就是个大问题了 在香港和中国出生的护士 有一些还有另外一条路可以走的 首先又是要先拿了 最后先拿了 拿了之后又要找到工了 找到工 雇主就立刻要入市 申请EB2或者EB3的移民签证 在同一个时间 顾主也都要帮护士 申请一个H1B非移民的工作签证 上次讲医生的时候也都说过 H1B最多可以拿6年 是一个非移民 给专业人士的工作签证 申请H1B通常就只需要几个星期到几个月 在这几个星期到几个月里面 护士就要考某一个州的执照事 考了之后H1B出了就可以合法的工作了 接着那几年呢 他就会等这个6卡 在这几年里面 他可以在美国合法的工作 不过他就不是移民身份 这条路有一个很大的限制 就是只有那些Advanced Practice Nurses 还有那些Specialty Nurses 就是刚才说过的Clinical Care Cardiac或者ER那些才可以用这条路 这些Specialty的Qualification 那你可以怎样做呢 你可以试一下去拿一个Specialty的Qualification 或者试一下直接来美国 如果是Advanced Degree 比如是Nurse Practitioner 或者是Nurse Educator那些的MSN 又如果你合资格的话 那就用Post Chargeability 比如你入职的时候是单身的 或者是用中国和香港的配合 一年之后你和一个不是中国或者香港出生的人结出分 那你就立刻可以挑补用它的配额 这些都是可以加快你移民到来美国的方法 多谢大家收看这一集 下一集我就会讲另外的三个职业 Dentist, Pharmacist和Physical Therapist 如果你想收到第一时间新变的通知 按Subscribe和Notification